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盘中是不是有谈 都有900至上 今天最高915 对 我昨天是花一些时间跟你讲台积电 是 有没有 我说废办大碟 因为挥达 挥达又要被调查 对 因为美国现在调查可能有这个 垄断经验 垄断 有没有 那垄断 我就给你反垄断 好 那其实黄仁勋说 年底 反正那个Blackwell 这个GP200要出来 对 但是我昨天我已经跟你解释了 对不对 我解释很多了 这个我稍后再来跟你讲一下 好 所以 你 如果昨天跟着外资去看 因为我们昨天的台股1000亿里面 这个外资杀1000亿对不对 对 这边4000多亿的存账量 而这个1000亿里面有一半是杀谁 杀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他就出了多少 4万多张 对不对 好像4万 有没有 4万9 几乎将近5万张 所以 投信就买个几百张 那关股呢 用七十几亿去互盘 互不了 为什么 因为外资一砍就是什么 几万张 几万张 对啊 5万张的话 可是 百万 500 外资 当初说台积电的目标价 有1200的 1500的 有1500的 都有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 既然那么抗 看好为什么他现在要去砍 昨天砍掉台积电的话就将近快要500亿 对不对 下周要除息 内外资护航 台积电他说给多少 凯基 1200 有没有 对 1290 摩根大通 优于大盘 1200 对 那 你讲1200 那为什么要砍在 你为什么要 800多 对啊 900多你干嘛去砍 那如果明年真的1200呢 再去追啊 台积电 今年跟明年 我们都知道因为今年他 他今年大赚 所以股价一路往上喷 对不对 那到明年呢 明年的预估 也是怎么样 比今年还要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今天的台积电 还弹上来了吗 有 可是现在投资人很奇怪 大家现在看到指数在跌 然后 你手上的中小型股 你看到指数跌 你也不管他37 21 就跟着砍 那你有没有去研究过你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未来性 那接下来 是不是跟8月初一样 看指数跌 你把他砍掉了 然后可能过几天之后 他又冲上去了 这一波 这个这一波月初又跌完了 到9月底 又是一个作帐 又上来了 9月是第三季 9月是第三季的季底 很多公司他都是 我说三六九十二都是作帐的月份 那9月有时候一做会跟着怎么样 做到怎么样 做到第四季 所以9月如果你正好遇到现在 外资没有信心 你不要觉得说外资现在砍 他就是逢高获利了结 那请问 创围不就是这样吗 那时候在8月 8月底的时候 8月那一波下煞的时候 大家恐慌害怕 也是砍 但是后来呢 你如果砍掉的时候会觉得好可惜哦 那时候70几 请问 400以下台积电在这边 2022年 你觉得外资在砍是在逢高获利了结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那一年 陆行之很喜欢陆氏问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沉问 对不对 沉沉问 沖春有夜问对不对 台股有沉问 台股有沉问 我们来沉问一下 好 那请问2022年 400以下台积电是谁在砍 外资啊 外资砍 请问你在砍什么 400你也在砍 对不对 800砍 400都在砍了 800以上更要砍啊 可是当初 巴菲特买400多 他也是砍啊 对不对 后来人家不在笑他吗 那难不成你外资卖 你现在认为我们又要干嘛 要打仗了吗 当然不是啊 那9月还要降息 是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上一波 借日元 来买美元 买美元资产投资的 还没有平常完 所以他们现在继续要做这个动作 可是 我说股价波动是一时啊 那当初台积电会涨到一千多块 不是一堆在讲说 那个 因为那个我们张爷爷出来讲说 全世界还缺怎么样 是几座晶圆厂 根本就不够嘛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什么 现在AI都要走什么 先进制程啊 对 这两天不是半导体论坛吗 对 台积电的副总说AI有巨大机会 是不是 未来不止什么 他说不止GAI GAI就是深层式AI 是 Chap GPT AI处理器 年复合成长率估超过五成 可是要做这些东西的 有大半都要用什么 先进制程 但是无奈什么 无奈台股现在筹码很乱 大家都追进来了 然后追的人又不是喜欢做什么样 长线投资 就是喜欢怎么样 快进快出 快进快出 对 所以快进快出只要看到指数跌 那就赶快跟着怎么样 跟着杀 于是就会发生8月初 嗯 讲解1800点 1800点你也在砍 对 砍完之后你就后悔了 嗯 为什么 几乎那时候所有股票 你砍完都是在最低点 真的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今天谈上来很多人在卖 对不对 如果你这么会做价差 那你就尽量做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这么会做价差的话 富贵稳中穷 才是真实是网道 你这一档股票要报好来 因为你看好的是他长线的产业趋势未来性 那当然中间会有一些震荡 会有一些波动 但是他未来是一个持续向上 如果你真的不会做价差 我有告诉你说 每次遇到股灾的时候 你要想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手上的公司 他有没有持续在接单 他的营收在下半年 在明年 会不会成长 会不会比去年好 比如说台积电他就觉得 他这一两年他就是双位数成长 那各位数成长也可以 各位数成长就什么 涨一趴涨两 营收对跟去年比是成长一趴两趴到九趴 双位数就是十趴 二十趴 三十趴的成长 对 如果你手上的公司是成长型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杀地 他的未来会更好啊 然后有接单 八月出去杀地人不就觉得说 我杀下去我可以买更低吗 还是有的人看到大半不好 你就想要去做空 但是后来你看八月份 涨了两千八百点 对不对 最后赢家是谁 可能最后赢家反正怎么样 按兵不动的人 你只要确定你的股票不是追在高 你追在高你可能你知道 喜欢追高的人那你就要做停损 因为你不停损 搞不好会腰斩一半 甚至更多 对不对 是 我在九月 我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 八月底不是G2C 对 还有像精彩元泰 对 我是不是提醒你说 你小心做账变结账 是的 很多股票是本来就在底部了 对 你说底部会不会再跌 会啊 可是底部跌人家可能跌10% 问题是你在最高的跌下来 搞不好是20% 30% 40% 这是腰斩啊 嗯哼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3374的 精彩 嗯哼 精彩它就是在8月30号 轻到最高点 283 其间大盘 反弹很多股票 至少前半场 嗯 都还是涨 它可能尾盘才开始杀下来 对 对不对 可是这个精彩不是 嗯 才一开盘 没多久就立刻杀了 嗯 231 嗯 对不对 你看到 之前两天还在剪 嗯哼 他可能今天就杀出来了 是 可是重点 他是从8月30号之后 9月 他月底做账的时候 他做到哪 做到283 280嘛 对 对不对 我那时候还在提醒你 小心做账变结账 因为他们都会撑到最后一天的烟火大秀 对不对 嗯 你知不觉在这个时候 我说你去做它 你不要追高 你跟我买怎么样 机器低的 对 你要买机器低的销店 嗯 不要追高机器的 不要追高机器高的 设备 对不对 对 好 你这个时候 280你可以买怎么样 你可以买一张半的照例吧 啊 有没有 可以 那我是不是那时候带你做照例 是 那时候照例我们是 我们最高我们买到170 对不对 我们买到170 对 170 然后160 我们有的 161 162 163 166 都有 对 但最高的170 对 一张 精彩 嗯 从月初到现在套5万 对不对 嗯哼 照例 3548 照例 我们就用170来算 好 最高 买进价 170 来算 一样月底嘛 对不对 嗯 就是到今天 你假设这一趟没走 因为我们190以上 我们都开始 194 嗯 第二根 第一 这一根 是不是到194 嗯 193.5 嗯 第二个再开高 到200 我们手上有都走了 嗯 来到这边哦 老师你有扣讯吗 我可以啊 我可以贴给你看啊 嗯 我这边买进的扣讯我也给你看了嘛 嗯 我们那天走了 对 我也给你看了嘛 嗯哼 没有每个都卖到200 有的人可能就是卖194 195 对 好 我们买是170啊 或170以下 那一张 2万 对不对 2万到3万嘛 可以 看你的卖点嘛 对 好来 但是 一个精彩是一张半 对不对 所以如果当初不去买精彩 来买 你做我照例 你可以赚多少 一张半的话 如果算2万 3万 可是如果你去追高精彩 嗯 追高精彩 你追高的人 你不见得第一时间就停损了啦 就算是停损 你还是没 我赚得多 对不对 嗯 那没停损那更惨 从280掉到230 到230 可是这个照例 如果你 我说 买底部的好处 就是怎么样 嗯 这两天很恐怖 对不对 即便拉回 我们就是买170的 嗯 到今天都还不会亏嘛 对 是不是 就是相对来说 今天收173 还是赚 我们 会员如果买最高的 买在170 到这两天 干你什么事 昨天跌1000点 嗯 外资杀1000亿 嗯 关你什么事 是 再加上今天的什么 照例还有怎样 嗯 还一度又拉到190 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卖啊 前几天没卖的 对 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卖 前几天没卖的 嗯 对不对 今天还可以买 还可以来得及卖 对 好就是你 看了我节目之后 哎呦 反正跟着陈老师后面 好像都还有甜头啊 好你去跟啊 你就去跟到9 好你就是去追200好了 嗯 对不对 嗯 你前两天去追200 你今天还有190可以给你走 嗯 你就是停损一万 嗯 可是你跟精彩比起来 跟精彩比起来 差五万 差五万 对 就是差别 老师都提醒你小心做账并结账 可是还是那句话嘛 真的 不要追高 是 有低刊买 只需买 莫代表玩去追高 你看哦 那今天杀下来又一堆甜甜价跑出来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是 嗯哼 那 精彩的差别 导播先不好重播 当初怎么跟你讲 精彩怎么样做账便结账 那你看这两张精彩 投信月底做账 想办法给你弄到280 110 120的时候 多数人不买 那等到270 280 你才要来做精彩 那你这时候被咬到很正常吗 上礼拜五 最后一天 外资大卖 投信也跟着卖 做账便结账 那今天继续结账 好 9月2号那天播出的 老师9月2号告诉你 那280 对 今天230 230就是5万的价长 那他的甜甜价出现没 哎 哎 这花 你要记得 上一波8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 跌到1万9千多的时候 对 他是在哪里 他是在200块以下 对不对 他才8月 跌下来之后再开始往上冲 对 他在200块以下 所以 甜甜价在哪里 你有没有手上有精彩的 还是你想买精彩的 加赖来问 你赖加进来 加赖来问 你可以加赖来问 好 精彩这档股票 到底后事 要怎么看 怎么操作 想知道的请教陈辰老师 小老鼠 H-I-H-888 绿色光光掃起来 好 那一样 我要再跟各位来讲一下 我这个叫龙卷 精彩的龙卷 你看一下 你看这一段杀下来 对不对 龙卷在这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前一波这边的时候 龙卷是在高的地方 后来精彩是不是 强拉到280 你们发现这一波 强拉上去的时候 龙卷在干嘛 在减少 对 一直到280最高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 这个前两天的时候 换句话说 空在哪里 空最高的地方 是在什么价位 比如这一波杀下来 空最高的地方 是在200块 200附近 可是一路怎么样 往上回补 为什么 因为券单变少了 代表 开始一直补 一直往上补 对 所以你是去卖200 那补是要买回来 对 21220 230 可是你发现 掉最多的是在这一段 是在这一段 这一段是在哪里的 270280 260270280了 空200 补多少 270 216 270 280 我就搞不懂 我就真的觉得 这个投资人真的超奇怪的 大跌的时候 你的多单要去杀低停损 然后呢 连做空的人也是亏 那就老实那奇怪 那到底是谁在赚钱啊 你这样看起来 一挡股票 做空的也是在亏啊 对啊 也赚不到 对你忘记了 我8月的时候 我告诉你嘛 空军节嘛 对 对不对 我要告诉你说 徐志摩的 空难 对不对 怎么 那个 空难嘛 对 有没有 对 所以 做空也亏 然后呢 现在看到股票大跌 也去杀低 也在停 做多也在停损 也在杀低 那到底是谁在赚钱 嗯 扇子拿起来啊 富贵稳中求的 对啊 你稳稳的不要乱动 你是不是反而 你是可以稳稳的获利的 我们8月 一次创围都没动啊 对啊 放到后来不是大赚吗 对 71 然后一落后来到 124 你看在整个8月份 大家觉得8月好难操作 但是一挡股票你抱好来 其实是可以稳稳的向上走 好来 嗯 昨天哦 嗯 我告诉你这一个 各家都要做自研晶片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反弹 确实嘛 印证我讲的话 对 各家都需要的 就是台积电 我们呢 嗯 等一下先进广告 好 我一直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手上 嗯 有几档 一档是平概股 有 一档是 我还是看好AIPC 接下来的方向 AIPC绝对会比 AI伺服器的 供应链 嗯 机会更大 嗯 对 所以 嗯 这一档 嗯 跟这一档 还有一档 AMD 对 我们节目下半段再回来跟各位讲 好先进广告 加Line 自研晶片 Google也在推 Google 微软 高通 Meta 还有个亚马逊 这四家就是跟辉达买最多AI晶片的四大厂 那如果这四家都要自己研发的时候 谁跟辉达买 你说老师那我们在台湾我们是买灰达的供应链啊 嗯 那很简单啊 灰达的晶片或者AMD的晶片 台积 它都要台积电制造 可是台积电键你在跌啊 外资就是跟着杀啊 可是如果都一样杀下来的时候 谁是钻石 通吃的啊 那谁通吃呢 我昨天就告诉你了嘛 通吃的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股价表现都不错 不要再跟着外资操做股票 我讲好几次了 你跟在他后面做 他砍 你跟着砍 你觉得砍最低 他昨天已经是史上 最大 最大的卖操 那难不成你还等后面再给你卖操2100 一千亿吗 嗯哼 不会了 就跟一月他卖了700多亿 马上又买800多亿回来 他今天砍了一千亿 我讲过两天他鼻子摸摸他回来认错 他一样就一千多亿给你买回来 是啊 因为外资就跟小散户一样啊 我刚一开头不是告诉你了吗 对 外资如惊弓之鸟 小白跟风追高杀低 赚不到钱 嗯哼 台积电满手订单啊 是 你没有理由杀低 嗯哼 对不对 不然你当初100块跌到30块 你还是把它杀掉啦 嗯 是不是 嗯 本来100块你买的 你就是被套 你放了10年还可以赚8倍 10倍 你可以赚10倍 是 赚10倍而且中间 还佩息 加了10年的佩息 对一直佩 对不对 对啊 嗯 结果都会做价差啊 去砍代50 30 那你就真的就买回来了吗 嗯 买回来都是两三百以上再买回来 你就是买回来 再遇到一个不出来 你还是再把它停损出去 嗯 所以你不看公司的产业 你就会发生这种 这种的结果嘛 反复一直循环 就是想要做差价嘛 嗯 但是 就是他家里都会做 嗯 对不对 人家这么认真的在上班 嗯 后 张爷爷最后把这个 棒子交给他 对啊 然后不是又搞了一个 梅兰竹菊村对不对 嗯 大联盟 的大联盟啊 对啊 那张桌表你还记得吗 是 那现在拉回的不是 都是甜甜价 不是那个桌表 正好甜甜价让你买吗 是的 有拿到桌表吗 两个礼拜后你再来看 我一样 我再把那张桌表拿出来 来印证 对不对 所以那张桌表很重要 对 赶快来加莱捨取了 好来桌表之一 哈哈哈哈 欸 桌表之一 这一支 这一支 有有有 桌表之一 今天公布营收 是 8月营收创今年新高 可惜遇到 这是昨天那个 散户没信心 对 昨天那个大天 对 遇到投资人没信心 那最好 当初我带你买200块 台湾金路的时候 大家也是没信心 是 就是因为大家对他没信心 才有便宜价 大家对这支股票超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会买在300块的照例 你就会买在280块的精彩 你就会去买2000以上的红素 对不对 你就会去买1100多的台积电 你就会去买1500块的联发科 我没讲错吧 是 就是因为散户没信心 投资人没信心 砍出来 这家公司才有甜甜价让你买 对 我超喜欢大家没信心的 老师眼睛会灯大大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挥全雷打 对 所以最好大家都没信心 而且最好大家都去看那些 带你做空的节目 尽量空 因为空投不死 多投不止 所以这几档股票都还有机会 还没开牌你都还来得及 另外一档平概股 我昨天有跟你接 昨天他收147 对不对 今天最高来到151 收牌来自147 没有关系 我们给他时间 大家没信心 尽量没信心 但是有低堪买之需 不要到了两个礼拜之后 你就看到他飙到170 180了 那不是没有告诉你 是你没信心 你有信心的 你喜欢捡便宜的 跟着老师来 跟着我们来操作 3加1 你都还有机会 赶快来跟上咯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4加工区 好